11月13日,圆明园马首童像捐赠仪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文化和旅游部部长洛书刚为童像揭幕,并为马首童像捐赠者何鸿燊先生的代表何超雄女士颁发荣誉证书。 圆明园马首童像为清代圆明园长春园西洋楼建筑群海燕堂外十二生肖兽手喷泉主要构建之一。 1860年,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圆明园惨遭劫略焚会,马首童像与其他十一尊兽手童像一同流失海外。 马首童像为意大利人朗士宁设计,融合了东西方艺术理念与设计风格,清乾隆年间由宫廷将士精工制作,以精炼红铜为材,色彩深沉厚重,以施拉法一体铸造成形,神态栩栩如生,毛发分毫必现,是一件非凡的中国古代艺术品。 2007年8月,国家文物局获悉圆明园马首童像即将在香港苏富比拍卖有限公司拍卖的消息,第一时间表达了终止公开拍卖的坚定立场和促成文物回归的良好意愿。 香港苏富比公司对此给予积极配合,同年9月,何鸿燊先生慷慨出资抢救流失文物,结束了马首童像百余年的离散漂泊。 此后,马首童像一直在港澳地区公开展示。 2019年11月,何鸿燊先生决定将马首童像正式捐赠国家文物局,经与何鸿燊先生协商一致,国家文物局将马首划拨北京市圆明园管理处收藏,回归原属地,为期百年回归之路画上圆满句号。 多年来,在社会各界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已经有包括牛手、猴手、虎手、猪手、鼠手、兔手在内的六尊圆明园流失授手同向回归祖国。 仪式后,马首童像将与其他六尊兽首童像聚首京城。 在回归之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流失文物回归成国展上共同展出。